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编接下来带你了解下当下的网络红人 冯锡默说 他是现在最火的主播 一点不为过 最近也是上了很多综艺 大家都知道上过快乐大阪营的 都是当下比较火的人 而斗鱼却给了冯锡默这么好的资源 增加了冯锡默在萤幕上的曝光率 可以想象到他是有多火了吧 斗鱼都这么重视他带来的流量 冯锡默起初进入主播这个行业时扮演了一个萌妹子 因为他唱歌好听 慢慢的吸引了很多观众 也因为斗鱼在直播界中做的相对较好 也给他带来了流量的基础 冯锡默还是入主网易云的歌手 经常翻唱各种各样的歌 稳稳的坐在了斗鱼一姐的位置 人出名了之后 就会被扒出各种事情 有网友爆出冯锡默以前的照片说冯锡默整容了 小编觉得让自己漂亮些也不试错 好景不成 因为冯锡默在直播间吞雾 遭到了广电局的封杀 但小编还是在斗鱼上 看到冯锡默每天在直播间的跟大家见面 小编也是看不太明白 第二位就是YY一歌天佑的 凭借着自己喊麦的技术穿红YY直播 更是以一首一人饮酒醉 让更多的人知道天佑 他的这首歌在快手中被人无数次的翻唱 可是小编却欣赏不了喊麦这种艺术 给人一张浓浓的乡土气息 但天佑凭借着这些拥有了四千多万的粉丝 以及八千多万的身价 从一个草根逆袭成了网络大红人 可他却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在直播的时候 用说唱的方式 去述了吸毒的过程 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风气 被焦点访谈点名批评 对他进行了封杀 现在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自己送给自己一手凉凉 而最大的网红 那肯定是一定要说说王思聪的 著名的富二代之一 不好好干自家的企业 却爱上了娱乐圈 王思聪不像明星主播经常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他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狗仔都会密切关注 他在微博上也是有了千万粉丝的 在微博上号称是娱乐圈的季节鬼 各种揭露娱乐圈的不良 他自己也开了家娱乐公司 培养女团 看来郭敏老公也是把娱乐圈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他自己也开了家娱乐圈 看来郭敏老公也开了家娱乐圈